今天呢是临时想录这个vlog 因为今天是1月份的最后一天 然后其实今天英国就像平常的星期五一样 但是它不平常的地方在于它今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事情就是新型的冠状病毒已经在英国确诊了两例 他们我看消息的话说的是 是根据英格兰当地的卫生官员说的 所以我现在在卡迪夫在威尔市 所以暂时没有我们这里什么事情 但是对我们来说也确实是一个警醒 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天是英国在欧盟的最后一天 好像是到今天晚上11点还是12点左右 英国就会正式退出欧盟 一个历史时期就这么结束 其实我是看着英国他要脱欧的 从首相卡梅伦到特雷沙梅 然后再到现在的约翰鲍里斯 真的是一步一步看着脱欧 然后最后脱欧的时候我已经到了英国了 这个也是见证一个历史时刻 然后我们先讲第一个事情 因为今天是平凡的一天 所以我很想记录一下今天英国还在欧盟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们平常的一天的生活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很普通的生活 天气反正就是一如既往的差了 哪怕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天 然后该下雨下雨该阴天阴天 通交车该开还是会开的 学联呢也是一样还处于施工状态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 该上课上课 聪明的人都是直接来这里 不过就是因为确诊了这个冠状病毒 哥们儿真戴上了 真戴上了 我们如果自己这些防护设备不够的话 我们还要找同学去要一点 讨一点 不要多戴上 拿几个 多抽几个 在网上的那些口罩大部分都是断货的 少部分是你还能够在预定一下 它会估计在某个时间发货 很难一下子拿到口罩 现在能够买到的现货口罩 N95等级的大概是10只要50英镑 这个我觉得不太值得 而且N95确实是让你呼吸的非常难受 我自己在国内的时候就是买了一个这样N95口罩 然后带过来了 然后没想到真的可能要用上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用 因为这个东西你用了之后 你真的就是用完了就用完了 买到了滴露的消毒喷雾 还是非常厉害的 能够喷在大部分的地方 除了不能够直接对着人使用之外 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可以喷都可以用上 这个是我觉得当时预定的时候 比较正确的一个决策 还有就是这种免水洗手液 很浓的酒精味道 它又是说是antibacteria抗病菌的 怎么说呢 不管有没有用 它肯定是一个心理安慰 还有就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方面 一次性医用手套 这个牌子挺多医护人员 应该是有看到在用的 非常实用 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天的脱欧 今天在网上下单定了脱欧纪念币 要10磅 但是它面值只有50便时 就是买了当个纪念 然后暂时拿不到 不能给各位看食物 但是我还是跑去了 whsmith去买了三份报纸 一份杂志 想买时代周刊的 但是时代周刊 店员说要明天才会有 所以我就买了一份经济学人 封面的话就是一搜像英国的这种巨轮 然后他说 Into the unknown 10项位置 5.99英镑还挺贵的 然后就是著名的 这个financial time 金融时报买了一份 金融时报这个报纸 它的纸质黄黄的 挺难看的 但是考虑到它的名气 我觉得买一份做纪念是没问题 这个叫做times 这个中文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封面非常好看 非常开门见山大本钟 说是对没错 11点拖 11点的时候敲钟 然后脱欧 最后一份报纸 Daily Mile 每日邮报 封面直接就是说 这是一个新的黎明 在今天晚上的11点钟的时候 国家会正式的离开欧盟 说实话 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星期五 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平凡的星期五 因为平凡是因为我们都按照我们平常的样子 去正常的生活 但是不平凡是因为 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 而且它们会逐步的影响到 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个体身上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出于纪念也好 还是出于别的想法也好 我觉得这一天还是值得被记录的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